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當你買菜回來或是去爬山回來 膝蓋腫腫脹脹 蹲下去會痛 讚!又站不起來 小心 你已經可能有膝關節積水的現象了 讓我們一起來做運動來避免它 你可以找家中的牆壁 或者是椅子 然後呢 讓你的手放在腳踝的地方 這個時候的重點呢 是在大腿的前側 還有膝蓋的部位 有緊緊的感覺 這過程呢 要保持平衡 左邊做完的話呢 可以做右邊 來回做十次 早中晚各做三遍 你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膝關節積水 好嗎?